争议了五年卷入了高达239位蓝绿的首长 有大约7500位的机关人员被牵扯在内的首长 特别费终于可以解套了 同样也被卷入的行政院长吴敦毅今天就说 能够解决这样的历史悬案 对国家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同样也卷入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则是质疑在这个时候将特别费除罪化 国民党的政治动机很明显 就是要替角逐总统副手的吴敦毅 还有肖万长来解套 特别费案解套有望 过去曾因为牵涉层面太广 从2004年总统大选开始就引发蓝绿攻防 期间更牵扯出特别费有问题的就有约7500人 当中包括副总统肖万长 行政院长吴敦毅 以及前副总统连战 还有前民进党政府的吕秀莲 由习坤和陈塘山等239位首长 将渴望因为会计罚修法通过解决历史工业 检察官或者特尊组花费很多人力 在这种无边无际的历史工业的悬案当中 所以能够把这些历史工业处理 当然是好事 由于国民党台面上总统副手人选 包括吴敦毅 肖万长都牵涉其中 前副总统吕秀莲执疑 敏感的修法时间点正好赶在国民党总统大选 提名作业前 国民党为了下届副总统人选除罪化 可能性很高 此时仔细突然想要来除罪 是不是当中有某一个人是下一届副总统的人选 所以要替他除罪 但特别费渴望除罪化 却不包括国务交费 顶于将除罪化和前总统陈水扁做了切割 由于陈水扁深入国务交费案 曾宣称国务费是最早的特别费 未来法院是否援引新的修法 来看待陈水扁的国务交费案值得关注 记得综合报道